这是台湾的声音 这也是台湾的声音 还有多少声音没有被听见 双方的声音到自己的朋友 自己的一些对面 自己的对面 未来你打算在台湾定居吗 可以的话当年定居嘛 这边怎么说也是一个民族自由的地方 每个人都有可能变成那小部分人 你没有公义 你不能维护基本的人权 但你就没有完全的安全 在这狂乱的年代 思考让我们自由 就要听晚报 听见新闻之外 欢迎收听就要听晚报 我是宛如 今天是4月21号星期二 我想问听众朋友 您身边有移工朋友吗 或者是您曾经在公园 或者是一些医院里头 曾经看过他们的声音 但是你曾经关心他们 在想些什么 在台湾生活的喜怒哀乐吗 而这些劳动者 如果我们在台湾的话 其实比较多是在 来自于东南亚的朋友 最近台湾正在进行一个 移民工文学奖活动针见 文学奖其实从2014年就开始举办了 在当时就像很多的像是 泰国印尼菲律宾越南籍的朋友 征求稿件 接下来其实也看到 更开放像港澳日韩各地的移民工 他们都可以投稿 当然我们可能很多朋友会说 真的移工可以写出一篇好文章吗 或者是他们的经历 是不是我们在新闻当中 所看到的有许多刻板印象的呈现呢 其实宛如真正细读 他们的这些投稿之后 你会发现 人的故事真的在里面 是非常非常的感动的 比起新闻好看很多 当然了 就除了新闻之外 还有在4月19号 也就是刚刚过去的 这个星期天的晚上 公共电视公事学生剧展 也播出了移民工文学奖 所改编的一个短片作品 片名叫做红色 所以呢 我们在今天很荣幸的访问到 红色的这部短片的导演 刘纯佑 请纯佑来跟大家分享 他所看到的跨国劳动力 以及移民工的故事 纯佑你好 嗨 宛如好 听起来算是个非常年轻的导演 但是经历和拓奖的资历 是洋洋洒洒 这个非常的丰富多彩 不过呢 我想请教纯佑啊 像红色这部作品 我看到是取自于2017年 移民工文学奖 以及青少年评审推荐奖 这么多届的作品当中啊 为什么你会选择这一篇红色呢 这最主要是 跟我自己本身关注的题材 以及我自己的一些创作经历有关 那其实大概在六七年前 我曾经田野调查 我那时候为了另外一个故事 去做田野调查 然后受访过大约有五位 有经历过非预期怀孕 有面对这样子困难的女性 就是有跟她们做过这样子的访谈 那其实访谈之后 我就觉得这其实是一个很复杂的状况 不只是我们一般区域评断说 对她这样做对或错这么简单 她其实是一个复杂的状态 那再来就是其实这样子的一个复杂状态 其实当她放到了 如果今天她们身份是移民工 她们是异乡人 怀孕其实又是另外一个更复杂的状态 她又多了一层复杂性 一个非预期性的怀孕 有了一个宝宝 其实对本地台湾女孩来说 都是一件很震撼的事情 因为接下来有好多的事件要去处理 真的要留住这个孩子 或者是非不得已只好拿掉这个孩子 也或者是说 我可以跟我在一厢所相恋相识的这个人 共组一个家庭 就一个移工的身份 跨国移动者 这并不是件容易的抉择 对对对 这几年的社会现状可以看到说 我们如果有在关注这方面题材 可以发现 有几个很明显的关于这方面的一些 大家会注意到的事情 比如说 移工宝宝的增加 还有五国籍海童的增加 因为台湾是属于属人主义 不是属地主义 所以移工宝宝生了出来 其实它是没有办法取得台湾的身份 当然他们现在立法正在努力的修改 可是这个问题目前仍然是我们社会中正在探讨的一个东西 对就变成一个在台湾的黑户宝宝 他如果真的在台湾成长 可以上学吗 甚至健康检查 打疫苗 这些可能都会面临到难题 这是其中一个 如果把小孩生下来之后会要考量的因素 但是其实在他们怀孕的阶段 其实就会很快的就要面对一些更艰难的问题 比如说他们工作权的问题 台湾其实一直有在说 这些女性移工有他们的权益 比如说她如果怀孕应该享有劳基法 跟性别平等工作法的保障 可是事实上呢 知道在一个语言弱势的状态之下 怀孕是很容易就被找其他理由去被解雇的 所以一般从以前台湾有的禁运条款 到后来虽然在法令上说要保障他们的人权 可是事实上呢很容易就变成说他们在怀孕这个东西 第一个要面对就是工作权失去 那他们常来其实是希望能够存钱 那工作权失去 可能他们在家乡的人的一些经济资助就会失去了 那我的观察是说 有一些人是把小孩生下来了 那就是非法堕胎药的流川其实也会出现在移工群体当中 在田野调查发现有一个自己还蛮震撼的资讯是 我们发现一个不止一个是很多个印尼文的网站 其实都有在贩售堕胎药 而且是专门贩售给台湾这边的印尼人 综合这些东西我们其实从这边去旁敲测起 就会发现说我们其实在表面上没有那么容易看到 这些隐藏在台面之下的一个社会现状 就像你刚刚说的 如果今天它是一个社会新闻 它是真的发生了一个严重的事情 那我搜集到关于移工怀孕 或者移工做人工流产 这些事情的社会新闻是 有人可能在流产完 把尸体偷偷地丢在那个收水桶里面 可是被运收水桶的人发现了 所以它就变成一个社会新闻 但我相信其实在我们观察到的这些 其他资讯里面 会有很多很多东西是我们看不到的 那我觉得这次我拍摄这个题材的这个机会 可以让更多人去看到说 这些我们新闻上不容易看到的一些事情 但是可能在社会的很多很多角落 一直在发生的事情 而且在影片里面可以看到一个女性 在直到自己在异国非预期下怀孕之后 她内心的挣扎跟纠葛 包含影片里面也呈现了一部分 她怎么样去寻求帮助 但是语言不通 环境不熟悉 能有什么帮助呢 当然我们这时候也不要破梗 让大家可以去看片子 就会知道短片里面的主角 她怎么样去面临她人生当中棘手的难题 你刚刚也说在田野调查过程里面 的确也认识到真实的状况 就是有不少在台湾的移工女性怀孕的情形 那她们的怀孕有很多种模式 可能是两情相悦 在台湾有一个好的爱情威宿 但是也有可能是被强暴或性侵害 但是我不知道 就你所接触到这些女孩 她们的情况是什么呢 这几个状况其实都会有 那其实移工在台湾工作的状态上 遇到性骚扰这个事情 其实也是非常常听到的 也是非常普遍的 我这次就是必须做个选择 那我主要是聚焦在情感上 就是说她们是两情相悦的状态 我在观察移民公文学奖的时候 我发现她有一个还蛮有趣的视角 是我们过去在拍关于移工题材的片子的时候 还蛮常是站在是有点被剥削的角色 受害者 对对对 所以其实时常很多片子会聚焦在于 她比较受害的那个层面 或者是就是被剥削的层面 那这确实也是一个很大的社会现状 那我看移民公文学奖 我觉得她有个特别的地方是 因为她们有一块是在讲 她们离开自己的母国很多年 会造成一种情感上的一种矛盾心情 那我觉得这是有趣的 因为我比较少在这样子的题材里面 看到这样子的描述 比如说她还有另外一篇文章 是在讲一个妈妈 她为了自己女儿的生活费来台湾 去照顾别人的女儿 然后结果呢 她一照顾就是七年十年 那后来她自己跟自己的女儿关系就很疏离 因为她从来就是几年才能回家看一次女儿 反而她跟这边别人的女儿就是情同母女这样 最后她决定想要回应你 就是陪伴自己的孩子 可是她又放不下她眼前的这个孩子 对 所以这是也蛮打动我的一个作品 我就觉得说 其实她们在离开自己母国这么多年的这样的状态之下 时常会面对情感上面的矛盾 就像红色里面的Lily 她为了女儿 为了家人的生计来到台湾很多年 可是她在台湾又产生了一个新的感情 怀孕这件事情 逼迫她必须去做一个抉择 因为她不可能一直处在于 就是拥有两段感情的状态 她一个人可能没办法附和这么多的感情 如果从一个情感层面来说 到一国打工跟家庭 原生家庭 原本是这么紧密的连结 但是被迫分离了 对对对 在新的一个国度 你总是还是要有一个维持下去的力量啊 对对对 有时候就是 我觉得这也是我会喜欢去研究这个电影角色的地方 因为她是复杂的 她去呈现一个人有她脆弱的层面 像Lily这个角色 其实她有一点 她在道德上面的一个矛盾之处 就是说她并不是一个完美的人 她一方面 她是一个很爱家庭的母亲 然后她是一个很为家人付出的母亲 但另外一方面她其实为了家庭 牺牲掉她自己某个程度的自由 牺牲了这么多之后 她也会有她压抑的部分 那也会有她在情感上或身体上 各方面的不满足的地方 所以我们要怎么样去评断这个人呢 其实是不容易的 那我也是觉得这样子的角色是很 有她的复杂性 有她的精彩性 我们在电影当中 就像我很喜欢的一个导演阿莫多瓦 她很喜欢去找出一个事件或一个角色里面 她道德的一个矛盾之处 那我时常也在思考这个东西 就是Lily有她一个道德上的矛盾 那我们要怎么样去思考这个角色呢 那她就会有她有趣的东西 因为如果你今天 我今天拍一个角色是一个很完美的人 她就会很像宣导片 而不是一个剧情片这样子 的确你刚刚说的那个道德的角色 可能一般人我们看到这个故事会觉得 你原本在家乡就有一个家庭了 就有先生孩子了 你怎么可以在台湾再跟另外一个人发生情感 可是这种纠葛是很难去一刀划分的啦 对对对 纯佑你自己本身也曾经在海外打工度假过 也曾经当一个漂泊的跨国劳动人力 所以我觉得那个心情在你拍摄起来 应该是更有感的 对对对 我觉得那个经验其实是很大的影响 我拍这部片 因为我很可以理解 就是你当你离开自己的母国很久 有一种很想念家乡 可是其实你跟家乡的距离越来越远的一种 有这样子的一个状态存在 所以我还蛮能理解那样的状态 这也会影响我归国之后更关注在于台湾的这些异乡人的一个生存状态 还有一个影响我在海外打工的时候 会思考我们我现在派红色这个议题的因素是我 当我在纽西兰然后又跑到澳洲的时候 我在澳洲是在一个鸡蛋农场工作 我当时是跟一个菲律宾的家庭住在一起 那他们是有一个一岁的很可爱的女儿 这个家庭是一个充满爱的家庭 我就觉得他们家浓浓的爱 我每天活在他们家都觉得好幸福这样 在我角度看来他们是幸运的 因为他们全家可以一起都可以取得身份 然后一起到澳洲 在澳洲一起工作 取得身份的意思是 对他们就是先取得工作权 然后在工作了几年之后 就是可以拿到澳洲公民的身份 他们全家都有澳洲的公民 而且家人不用分开 对其实那时候每天跟他们相处 我就在思考说 我好像很难想象这个家庭 如果因为一些 在台湾的话 对其实这个家庭的女主人 也曾经在台湾工作三年 但是那时候她跟男主人还没相遇 还是单身还年轻 所以没有这样的问题 那后来就是嫁给男主人 他们就一起到澳洲 然后一起打拼 那我觉得这个家庭是幸运 是说他们不用因为 这样移民工的身份 而被迫拆散家庭 但是我就观察说 很多东南亚的移民工 他们都是可能爸爸或妈妈 其中一个人到国外工作 另外一个人在家乡照顾小孩 那这样子就会造成 我觉得对于一个 在这个整个跨国劳力盛行的现在 对于家庭架构上的一个冲击 这样对这是我在当时跟他们相处的时候 有一种情感投射 这个情感投射又回到台湾 看到红色这样子的题材 就更有感触 那其实这对家庭 时常在我写剧本的时候 是我的一个想象的投射对象 就是我会想象 他们如果拆散了 如果一个人到国外工作了 他们家庭会有什么样的变化 对这些其实都还蛮大程度的 在影响我去思考这个故事 今天来谈这个红色这部片子 很让人感动出动的地方是 我们真的看见了 移工这个人在这个片子里面的呈现 我们这时候先休息一下 稍后我们再跟淳佑继续来谈 在4月19号公共电视学生剧展 所上映的短片红色 我是防疫医师苏伟如 什么时候应该要戴口罩呢 一搭乘大众运输工具或计程车 二进出医疗院所 三去人潮拥挤的地方 四空气不流通的密闭空间 另外如无法保持社交距离 应全程戴口罩 也提醒您 当有出现发烧咳嗽等呼吸道症状 或身体不适时 也请戴上医用口罩 有政府请安心 资讯由机关署提供 阳光就是阳光 扇了我的翅膀 阳光就是阳光 人民自由飞翔 阳光就是阳光 世界在我肩膀 阳光是你 是我身体的翅膀 继续回到的是 就要听晚报节目 我是宛如 在今天节目现场 我们访问到的是台湾导演 刘纯佑 请纯佑来跟大家分享 他刚刚上映的一个短片 红色 这个片子特别的是 他除了是给我们懂得华语 华文的人看之外 其实还有上印尼字幕 也让一些印尼的朋友 在台湾或者是透过网路 也都可以看到这样子的短片 对 那我觉得这部分 其实就是蛮感谢 公事家这边 就是跟我 愿意跟我一起去执行这个东西 就是说我们 这一次不只是上 中文字幕的版本 那同时也有印尼文字幕的版本 可以让更多 在台湾的印尼人可以观看 我觉得其实在我制作这个过程里面 因为这也是我第一次去做一个 跨文化的片子 我在这个过程也学到蛮多东西的 我发现蛮有趣的东西 是不同文化的背景的人 去看同一件事情 有的时候其实他在理解 以及大家对他的观念的解读上 会差非常的多 所以同样的片子 好吧 我们必须说导演你自己 因为你自己本身也是曾经跨国 跨文化的劳动者 也感受到那种跨文化的冲击 那台湾的人 我们可能只能从刻板印象当中 去慢慢的征出另外一种 对于移民工的想象 可是呢 真正在台湾工作的印尼朋友 看到这个会有什么样的感动呢 我觉得这就是我们做出来之后 可能可以做的一些交流跟看到 对 但其实在事前 有一些 比如说我们片中有个 印尼商店的场景 那里面的老板是印尼华侨 我们在拍摄过程 其实也有跟他聊我们的故事等等 我们就发现其实会有一些 我们台湾人可能会想象不到的 可能印尼人看这部片故事的角度 比如说老板就跟我说 我这部片其实在印尼 本土可能是很难被放映的 因为他对于印尼人来说 他是太挑战道德的议题 那因为他们本身是伊斯兰教的国家 那对于这种道德上的一种 必须保持高尚的一种宣扬 是非常的严谨的 但相对来说 也会有一些电影的检查制度存在 所以他说像我这样子的片子 在印尼是不容易被放映的 另外就是说 我在田野调查的过程里面 很多朋友 很多印尼朋友其实跟我说 在台湾工作 然后在台湾产生一段国外的感情 这样子的故事是 在印尼的圈子当中 虽然表面上有一个 伊斯兰教的东西的束缚 但是其实这个东西 在印尼人的圈子当中 又是非常常发生的事情 隐晦大家不说 但是实际上是存在的 对对对对对对 我觉得这也是有一点文化上的不同 是说他们必须在 表面上宣扬上 还是必须维持着一种 遵循他们社会普遍的 价值观的一个态度 对但是其实人都有人性嘛 那人性其实都会有一些 属于他的欲望 那这些东西 其实又会在台面下 不停的存在 就是他们在台湾 有属于台湾的感情 比如说类似这样子的事情 好我们今天所访问的是 在公共电视学生剧展当中 所播出的短片 红色的导演刘纯佑 那其实呢纯佑的这一部片子 它主要是源自于 移民工文学奖 2017年的获奖作品 红色 同样的名字红色 不过呢我觉得蛮有意思 就是网路上 如果大家搜寻一下 可以看到这个原作者 也就是笔名叫Andy的 这个女生 说到她自己 在台湾工作的一些经历 同时她也说到 她获奖了 感觉到非常非常的 兴奋的一段陈述 她是用英文来说的 我们先来听一小段 Andy她在台湾 她的创作 嗨 我的名字是 Ethik Nurhalima 我来自 Lampung,Sumatra 的Indonesia 我住在台湾 6年 我住在 台湾新的城市 在拖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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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是97年纽 但她很高兴 然后她在台湾 她在台湾 她是一位教授 在台湾 她很喜欢 我认识 如果我读书 我学习 好 刚刚Indy所说 她在台北 现在是照顾一位 96岁的奶奶 那除此之外 她自己也是 很用功的一个学生 她是印尼空中大学 英语学系的学生 她说 我为什么选这一门科系呢 因为我热爱写作跟英语 我的梦想是 未来可以在我的家乡 开一间写作与英语 补习班的辅导课程 让我所居住的地区 不再出现没有知识 和不会说英语的人 另外我也希望 有个小图书馆 一个可以让补习班学生 休息免费阅读的空间 她说 我喜欢写作 是从诗歌开始 那她其实在自己 过去的文学报道当中呢 也有一些不错的成绩啊 那她自己也算是一个记者 在台湾印尼学生 线上杂志 所以红色的故事 是众多印尼女性 移工在台湾的缩影 她说 身为一个新闻工作者 我经常看到 像我一样的女性 所经历的事 一个母亲 愿意离开温暖的家 和可爱的心肝宝贝 只为了寻找一个 更好的未来 一个母亲 愿意出卖自己的幸福 只是为了看到 她在家乡的孩子 先生和父母 可以有更好的生活 不缺粮食 我们把 安迪的声音是 称在下面 那宛如做了一个 简短的翻译摘要 当然在里面 安迪写了非常多的 一些感触 其实我觉得我看到 这一部最后 呈现出来的影片 由淳佑所拍摄的 再来看 安迪 就是原作者 自述 谈到她自己 在台湾打工的历程 我觉得 这是一个 很有意思的连结 我刚刚私底下 问淳佑 她也跟安迪 有很密切的互动 然后呢 也成为 淳佑在 创作影片当中的养分 所以淳佑 是不是得谈一点 说你跟这个 原作者安迪之间 聊了些什么 产生什么火花呢 我们在这个过程里面 必须去 消弭一下 在文化上 理解的差异 就是说 我对于 印尼的 整个社会 背景 然后他们 文化背景的理解 因为 其实你要 今天你在写剧本 你要塑造一个角色的时候 这是一个基础 必须先做到 那 我们在台湾成长 其实 台湾人的思考逻辑 其实是 常我们身边都有 许多不同个性的人 可以参考 今天我在写一个 不同国家的人的故事的时候 其实就会 有一些他的困难存在 因为包含他们对于 就是伊斯兰教 对他们的信仰 这些影响等等的 就是 其实都会大大的影响我 怎么去思考这个角色 对 就举例来说 在创作过程 有人说 就是有些台湾人 可能就会问我说 为什么他们连避孕 这么简单的东西都不懂 但是其实我在填掉过程 就发现说 其实在一个 以伊斯兰教信仰为主的国家里面 他们其实是没有在教你 使用保险套 这些避孕方式的 因为这些在 他们的观念里面 会觉得你不需要 用到这个东西 这也会 可以延伸到说 为什么 有一些会怀孕的女性 特别是印尼籍的女性 会比较多 这跟他们成长 背景的教育等等 的一些限制 都会有关系 访谈接近尾声的当下 我想请教 陈佑是说 一个导演 所期待这部片子 因为在礼拜天 已经上了 在访谈过程中 听众朋友 您也可以到网站上去 点选中文跟印尼字幕的版本 那在观众看的 这个过程中 您所期待的接收 或者是反馈 会是什么呢 你自己脑海当中的 想象是什么 我很希望能够看到 一个像Lily这样的角色 他当他在做一个选择 背后他的复杂性 以及他的那种 难以言喻 或者难以用文字去 解构去分析的一个 很复杂的心情 是能够被看到的 对这是我希望 这部片能够 带给观众的东西 那再来就是我 刚刚有提过 就是他们时常在情感上面 会面对矛盾的这一点 那我觉得这一点是希望能够 能够让观众在观影过程里面 能够有一个投入 能够有个理解 如果说看完这部片 能够更理解他们的 这样的生存状态 理解他们的需求 不会说看到一些事情 就用比较简单的 或者是知识的方式去评断 那我觉得这就有他的价值存在 大家在观影过后 其实还有一个讨论的空间 我觉得这是更珍贵的地方 也是我看到存佑有特别设置一个 脸书的粉丝团 所以粉丝团要怎么搜寻呢 台湾的观众就打 公式学生剧展红色就可以了 那印尼的观众就打 film 就是影片的意思 F-I-L-M 对 然后P-E-N-D-E-K 就是短片电影这样子 然后再来就是红色的印尼文 E-R-A-H 台湾人跟印尼人 可能会有不同的角度看这个东西 那其实我也是蛮期待说 会有一些讨论的火花 我们大家都可以在这个过程里面 去学习的 对 那这是我在拍这部片的过程 我很享受 然后我也希望拍完之后 能继续的去享受的 那所以大家其实可以不用 特别去害羞 就是如果真的有什么看法 那都可以提出来 我们都可以讨论 那在这过程我们也可以更进步 延伸到我下一部片的进步 对 这样其实跨文化的题材 有很多东西可以讲 那我对这题材也是持续 又保持着一个兴趣 所以我希望这次的学习 能够带领我走到下一部片 那也很有可能是跨文化的题材 哇 所以已经预告了 有可能下一部也是跟跨文化的 冲击有关的作品 我有灵感的时候 我都会记下来 那可能 现在可能有十个 那我东南都还是要花时间 去筛选到其中两三个 或最后一个是我愿意跟他奋斗很多年的一个题材 其实我觉得大家也很幸福 可以透过影片不同的媒材去看见一个真实的社会 现在正在发生的事情 因为我自己做新闻工作 常常觉得我讲的东西都很片段 然后呢 很难用一个长篇幅 甚至像纯佑所说的 花了几年的时间去追踪 去探讨一个深度的报道 深度的议题 移民工文学奖 现在也正在举办了 希望也有更多的 在台湾或者是在亚洲地区的移民工朋友 不断的投稿 也可以让台湾人听见看见 真实的移民工的生活 或者是心里内心的纠葛 我觉得这是很棒的一个跨文化的连结 文字影片跟广播都需要 也希望听众朋友可以听见看见真正的他们 我们今天访问到的是台湾年轻导演刘纯佑 来跟大家分享他的作品 在公式学生剧展当中所播出的红色 谢谢纯佑 谢谢 谢谢宛如 谢谢听众朋友 好 也谢谢听众朋友今天的收听 我们明天再聊 拜拜 拜拜